卤肉饭是小吃中最能代表台湾的美食之一 也被称作是台湾人的国饭 每年经济部商业司都会推出卤肉饭节的活动 严选台湾各地的卤肉饭店家 要透过巡回活动推荐给喜爱卤肉饭的民众 而为在石门区的中叶饭店 在前乡长的亲笔推荐文书之下 在今年首次参赛就荣获严选必吃店家的殊荣 中叶饭店在石门期 白烧花已经开业将近40年 早期是由她的父亲花聪贵先生所开设的 刚开始是做那个恰咖咪 后来这个花师傅从新庄传老大返乡之后 把这个营业扩大这个规模 他非常的有才华 他取得中参以及证照 台湾取得以及证照的人不多 所以他的等同以上 五宝醇一样 面包树一样 五宝醇是取得以级证照 阿花师傅也是取得以级证照 那虽然只是国中毕业 但是取得以级证照之后呢 就等同于什么专科毕业 熟悉的菜式 一般是小吃啦 我们中会做的现在是做比较家常菜这样啦 卤肉饭啦 切碗米啦 半桌 一夜半桌啦 等等都好多产品 拿着刚出卤的奖牌老板花联心相当的开心表示 一直以来就是小吃累的食物最为拿手 卤肉饭能够得奖更是一直以来的梦想 如今获奖的开心 跟北海岸的乡亲来分享 下个月开始 老板准备了六千碗的卤肉饭兑换券 要来回汇给北海岸的乡亲朋友 像这回得到国饭 北海岸唯一的一家 如若饭的一个殊荣 还有那个台湾美食祭 这个殊荣 也是双料的殊荣 真的非常非常不简单 就是由华师傅口述 那我替他来做一些文室注料 所以这回能够得到奖 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荣誉 也是我们失眠期的一个荣誉 都讲得敢了喔 那是非常的高兴啊 怎么说 这也是梦想啦 80多年之后 在炒乳肉饭的时候 口碧就闻到说 哇 口碧就在炒乳肉饭 我一直在梦想 如果有在比赛 我一定要参加比赛 今天真的是 好像梦想实现啦 这样啦 那你国饭的特色有哪些 我特色 我本来是招牌乳肉饭 我们中会就是 顺顺顺乳肉饭 啊 甚至乳肉饭 现在我感觉现在人喔 也说一直在求变求新 我本店研发有六种的口味啦 创意乳肉饭这样 可以见到老板花莲心 在厨房中料理的身影相当俐落 考量到民众喜爱创新 以及健康主义的需求 特别在研发六种不同口味的创意乳肉饭 要颠覆喜爱乳肉饭的朋友 对于传统乳肉饭的想象 对于传统乳肉饭 十门采访报道